共同社報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記者會上宣布 9月7日起每日入境人數上限 將從目前2萬人提高至5萬人 並進一步放寬入境限制 重新開放外國非旅行團入境觀光 日本今年6月起重新對國際遊客開放 但只限於參加旅行團遊客入境 入境前需申請簽證 行程期間遊到遊陪同 另外南韓自週六凌晨零時起 取消旅客入境前需提交48小時內核酸檢測 或24小時內快測陰性證明的要求 但仍然維持入境後24小時內 接受核酸檢測的規定 南韓當局表示 新安排是防範海外流行變異株的 最低限度措施 接受核酸檢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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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受核酸檢測